後面全部集成 都是公部門上官 大家好我叫雨婷 然後這個坑叫做吃大運反恐演習 那坑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坑呢 坑名呢 其實就是新聞的標題 咖啡貼蛋就是一個坑 對 好 那 所以說你可以直接拿這個關鍵詞去搜尋 就是找ABCN新聞 你就大自然知道是什麼事情 但是其實新聞寫的通常不詳細 所以我要來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 GME跟台北市社會局合作差不多快 一年多的案子了 然後 這個 其中 第一項任務就是 我們的物資捐贈地圖 要來做實際的模擬 大家可以點到 Hack folder的後面有一個丸子 然後 這個裝案是由GME的貢獻者小叔做的 然後 就是在 3月1號 3月1號 3月1號前 要跟大家捐贈物資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還不知道要跳什麼坑的話 這個坑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需要物資 對 然後你可以網購 或者說 比如說冬天快過了 軟軟包 有剩的就可以捐過來 然後 你只要在上面告訴我們說 你要捐多少 然後寄到這個人的位置 然後 這個會在 到商業的時候 都要在那個華博聲音館 與新竹物流 做實際的 那個 物流的 演練 對 就是 然後 就是會模擬整個物資的配法 這件事情 然後 演練完後 這些物資會給 立新基金會 對 好 再來就是 到底 3月29號 演練完了 3月30號做什麼呢 可以看這個黑客費 這個黑客費就是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OK 然後 就是 大家知道嗎 我們就是吃大運 然後吃大運後 就是要模擬吃大運的 反空演練 然後 總共要有2000人 2000人 然後所以呢 到時候會有訊息 你就可以 就是 報名這個2000人的演練 然後呢 到時候會用我們 Dream Me 做這個站名證 去做站名報道的動作 然後這個LOGO概念 就是當你掉了一個坑後 你就會發現你有更多的坑 對 好 然後我要怎麼講 看一下 對 然後 當這個坑其實亂一年了 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接下來要講一個 跟站名證沒有關係的坑 就是 Dream Me News Dream Me 這個專案 在4月16號 可能會有小鐘 然後大家可以關注 後勤中心 我們貼完這個小鐘後 會有那個 Dream Me News 小鐘裡面的坑的資訊在那邊 謝謝大家 然後剛剛有那個段傳媒 段傳媒要保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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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